《徐徐徐》 《徐徐徐》 胡哥 这个脸砸了 熟火张皮人火张脸 老子这是菜把子吗 说钱就钱一下 搞个这钢本子 你给老子记着 这扎子一定砸都赚回来 对 赚回来 两边再厉厉 露了狗日来 徐子 你跟老子最长时间了 咱从一混混到今儿不容易 哥哥活明白了 在这么他妈个乱世 什么名啊利啊 都他妈扯的 他才是道理 咱一定没有自己的一支队伍 咱一定没有自己的一支队伍 等老子鱼衣一风 我他妈就破解而出 咱现在得忍着 很紧受胯下之容啊 胡哥 咱们得忍到什么时候啊 你说咱们一直让他们骑的 啥时候我都陪他玩 狗日的 都陪到底了 我这不就让你过来 要对 我她说 我这不就在这里 我再不动了 这不就 我自己编导 我这不就在哪里 我这不就在哪里 我这不就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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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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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曼怎么那么能忍路自诚啊 小曼的事情我不关心 我现在只关心 这赵静到底是什么人 这个我也不关心 我就关心 我就关心 他到底是不是我的人 小曼 还在不高兴 还在不高兴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就是看赵静 有事没事的就来咱们照相馆捣乱 觉得他特可疑 所以我今天 就是想把他给灌醉了 然后套到他的话 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可是我没想到 不光没逃出他的话 还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小曼 我真的没骗你 我心里撞了你以后就满了 不会再有别人了 不会再有别人了 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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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 我今天确实是 你别哄啊 确实是朝气 所以我就冲你发脾气了 你 你别生气 紫正 该说对不起的 应该是我 我不该怀疑你 我今天 差点害死了赵静 差点害死了李希冉 差点害死了整个沙口团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坏儿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赵静 我不想失敬你 你说 什么时候 咱们才能有一个自己的家呀 坏儿 坏儿就坏儿就坏儿了 然后咱们什么时候结婚了 等咱们杀了钢门 就去爹妈的存钱 让他们给他们征换 还有 我爹 我爹把我的嫁张也准备好了 所以 你 你得答应我 你不能出事 你放心 我答应你 我一定不会出事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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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在我手里 求你们保佑我 能平安的把这些宝贝又贵落家吧 求你们保佑了 求你们保佑了 求你们保佑 大军 怎么你干活啊 吴董委员会的 我这是出重运货 这是港北先生的 特别通行证 要找什么的干活 给港北先生拨护了空箱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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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说说吧 张小姐 日本人为什么要找你啊 把我们也弄得是鸡飞狗跳 一地鸡毛的 我说陆子障 这弄得鸡飞狗跳一地鸡毛的 不是赵静吧 应该是艾晓曼吧 有你什么事啊 我问你了吗 我现在问的是赵静 赵小姐 我说你够忘恩复义的啊 要不是小曼的话 你俩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呢 行了行了 别说那些没用的 我现在就想知道 赵记者 怎么就这么荣幸的 成为了日本人追捕的对象 还把我们大家都拉下了水 就是 你好好跟我们说说 我们为了救你 你把我们可给坑坏了 真是对不起大家 连累了你们 日本人追杀我 是因为一批潘尼西林 你再说一遍 你说什么 日本人追杀我 是因为有一批潘尼西林 在我手上 潘尼西林 就是现在外面疯传的日本人 丢的那批潘尼西林 在你手上 是 自成 这太好了 得来全部费功夫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那批潘尼西林 是你贴的 是这样的 几天前 有一个人来找我 给了我一笔钱 想让我通过 报社的便利关系 把一批潘尼西林 运到城外去 我知道这钱来的烫手 可是我们报社 已经捉尽见肘 五米下锅了 有了这笔钱 我们就可以重新活起来 你怎么这么傻啊 那可是日本人被借走 潘尼西林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情啊 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要是知道是那样的话 我才不会答应那批买卖呢 昨天 我按照他们说的 去了交货地点 结果 交货的人死了 我也被盯上了 那你知道 这批潘尼西林 你真是用在谁的了 他们说 是要运到城外去 给抗日的伤员 救命的 我当时就想 这件事情 做了不大能够救人 还能支持抗日 是好事 可没想到 你 支持抗日 这个 赵记者 要不然这样 你把这批潘尼西林 卖给我们 对啊 你把这批潘尼西林 卖给我们吧 我们到黑市上一倒卖 能赚一大笔钱呢 这是好事啊对不对 对啊赵记者 这样 我们来帮解这个麻烦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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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怎么就不行了呢 大家说行不行啊 行啊 行啊 找我爹 卖高价 对对对 他爹可厉害了 日本人的大汉奸 关系硬着呢 说什么呢 闭嘴 行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赵小姐 听我的 好 咱们现在就去取那批潘尼西林 价钱好商量 不可能 我不能言而无信 侵吞这批货 你别忘了 这批货的原始主人 是日本人 你顶多也就算是跟我们一起侵吞了日本人的货 还有 还有 别忘了你的命 也是被我们救的 如果没有我们 估计你早就被日本人杀了 关于这盘尼西林 日本人应该很快就会追查到你身上了 对 赵静 别的事情 我都能站在你这边 可是盘尼西林 要是落在你手上 那可是个定时炸弹啊 我觉得 陆子诚他们说的挺有道理的 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你既得到了钱 又丢掉了麻烦 对了 你开个价 多少钱都不行 赵小姐 赵小姐 之前呢 我是给你留着面子 但是我发现你给脸不要脸 这事呢 现在由不得你了 就只能听我的了 给他绑上 陆子诚 来找我的人说 他们的人为了这批药 已经牺牲了两条人命 这批药比他们的命还重要 是要运出去 救抗日的战士 是救命的 战士 什么战士 行了行了 管他什么战士呢 咱们卖药换钱是为了抗日 他们救死扶伤也是为了抗日 管他那么多呢 谁先拿到盘尼西林 就算谁的呗 走 你别急啊 紫正 你怎么看 行啊小姐 没敢出来啊 到你身呢 行 这事呢 要真是你说的那么回事 你放心 我一定帮这个吧 你还真以为 我们都缺那点钱啊 咱们就是不差钱 行了 行了 我现在就想知道那货 到底是不是你说的这么回事 你给我听好了 你说 我们为了你 下了水 杀了人 你要是敢走楼半点封声 这批盘尼西林的事 就能要了你的命 当然 现在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大家同事共计 谁跟你一条船上的人呢 你还没投资呢 投什么资 照相馆 不就是出钱吗 好 我出 等等 你现在必须得告诉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你怎么能把盘尼西林交给卢子生他们呢 是 我知道这样做很冒险 可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街头的同志已经牺牲了 还有一周就是交货时间 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时间 这批货肯定就送不出去了 我告诉你 陆尼西林这帮人 感情用事不可靠 他们不会放弃打这些票的主意 你知道 可是我们人缘有限 又都没有出城证明 虽然日本人现在还没有怀疑到我 可他们一定会对我提高警惕的 是 我知道把药交给陆子生他们这样做很有风险 可总比没有机会的好啊 如果他们真的失手了 咱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知道吗 我哥就是这次的街头人 他是我在这个时间上唯一的亲人了 他在牺牲前跟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药送出去 我就算是丢命 我也会这么做的 对不起 我不知道情况是这样的 我不对我利 会有牺牲 我哥没了 我一定要完成 他最后的嘱托 为了山区的统治 为了我哥 就算是丢命 我也要把这笔药送出去 自账 高 实在是高 董永贵 你治得那么乐吗 那当然了 盘尼西林 咱没有动一刀一枪 就把这批盘尼西林给弄到手了 不是经常都有这样的好事的 自贞哥 你说这批盘尼西林 要是换成钱当经费 是不是够咱打好几年鬼子的 小白 你说 说咱们是什么人 北洋大学的高材生 北洋大学有钱人 有样的人 有本职的人 这就对 所以说城内抗日 城外抗日 都是抗日 没错 可不一样的是 咱们是什么人 咱们是有钱人 有本事的人 有样的人 是北洋大学的高材生 你说这要是 咱们把他的盘尼西林给黑了 传出去 那得多丢人啊 对 咱们要当流芳百世的大英雄 不能有污点 这要是传出去 咱们的形象就被打折了 对对对 你说的太对了 所以呢 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得好好动动脑筋 想想办法 怎么能够把这批盘尼西林 顺利的送出城 让城外的那拨人 也知道知道 咱们的本事和气度 路德诚你什么意思呀 忙活半天 咱们什么都没捞着 然后反而给自己能力包袱 不合算 这怎么叫包袱啊 这叫露脸 知道吗 咱们给城外的抗日商兵 增加信心 让他们知道知道 城内的咱们 跟他们并肩作战 里应外合 迟早有一天 一起把日本人赶出金门 嗯 这个我同意 我们就应该帮他们 一起把日本人赶出金门 嗯 我也同意 不过有一点 做完这次 我不想再看见那个赵静了 对啊 你说 那赵静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看他穿那样吧 也不像个土包子 会不会 是军筒 风伟贵 你吃包子吃傻了吧你 他赵静 那么拼命的 想要这批药品 他能是军筒 啊 国军能插这点药 反正啊 我觉得这个女人不得了 我觉得 他应该是共产党 什么 共产党 怕了吧 李少爷啊 共产党的女人 不好惹 管他什么党 只要一心一意 为了抗日 他就是个好女人 反正呢 等这事结束了以后 这赵静 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别再来赵想管 烦咱们了 嗯 嗯 就怎么着 赵静 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哎 金明浩 这事不归你管 啊 你只要抓紧时间 多研制出几种炸药 一定要稳定 咱们需要一击击重 再给我几天吃剑 那美丽能再搭吗 能 吹什么牛啊 就你研制这炸药 对于烟火似的 这炸日本 我觉得没戏 真乖 你是不是存心找茬啊 没完了是吧 对呀 你要是真有本事啊 就去找你爹 再负一点钱来 给他登经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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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都别再欺负我了 我跟他闹败了 他走他的独木桥 我走我的阳关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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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 当然了 那个什么 我的道就是大家的道啊 那当然是阳关大道了 对不对 小曼 你说是不是 嗯 你爹走的是独木桥 你就不怕 他掉下来 那有阳关道了 他不走 他非走独木桥 我怎么办 张妹子 张妹子 我已经送到了 哦 没有引起路卡的怀疑吧 有港本的特别通情证 他们没敢乱翻 他们没有问什么 没有 哦对了 就是有一个小队长 他是一直定着咱们这撤出的城 哦 张柜子 我看咱们下次 要不要给那点小队长点 少岁啊 哎呀 不能给 绝对不能给 一个呀就更引起怀疑了 咱们就危险了 哎呀 这批活啊 丑老城 咱们就会晒起老家 那少爷他怎么办啊 他要不走 就给他下药 强行把他带走 那这 哎呀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想他会理解他爹的 窝窑出老事 他肯定得当替罪羊 我老冯家 不能断子去怂恙 那咱们就不能告诉他真相啊 这个娃娃罪太大 摸个霸门的 虽然是我儿子 还是 不告诉他为好 哎呀 下笔活出城呀 咱们不走路路了 该走税路 你去大态大态 看那条税路比较暗下去啊 嗯 那我这儿坚持张了点 要抓紧 省得夜长忙多 哎呀 你看看我最近草牢的 这都瘦了 瘦了 哎 快去吧 好 那我就去了 哎 哎 秦明浩 你不在屋里 研制你的定时炸弹 你跑着捕着城头干什么呢 你知道什么呀 这叫防御 连李欣人的文若书生 都能翻墙进来 咱们这水电行 得加强防御能力 那怎么着 你是要把这儿 弄成碉堡啊 碉堡我们的本事 我所有的心血 都在这水电行里 现在日本人那么多 至少 不能让日本人偷的 想爬进来 打我电视大战的主意 你这个小子 心里还挺细啊 我研究过了 历史上 所有的英雄 都是胆大心细的人 哎 秦明浩 那你研究过没有 这自古英雄啊 都死得早 你是想当英雄 还是当死得早的 你也年了 我压嘴 英雄 所有人都会死的 可英雄 是不死的 我来帮你 秦明浩 好 我来帮你 好 好 大姐 小姐 你家伙 不要啊 茶这么严 是啊 连骨灰都带不出去 就更别说盘尼西林了 那怎么办 陆子珍好像一点也不着急 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信他 明昊 不用闲那么详细 我看得懂 还是详细点好 万一出了啥意外 炸弹真的炸了 你啊 能按照笔记配着好炸药 你能别胡说八道 我都说了万一 有备无患 子珍哥 过来给你看样东西 什么东西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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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那么神秘啊 哥 你看 这儿 就是咱放笔记的地方 暗号 老地方 哥 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尤其是那个冯永贵 他要知道肯定瞎翻 翻没了 我们就白整了 你就是老瞎操心 有那相功夫 你多研制出几种炸弹来 比什么不强 什么液体的 固体的定时的 越多越好 好了 相信我 哥 我当然信你了 明昊 现在咱们沙口团 可全都指着你了 你这炸药 要是能研制出来 我请你喝大酒 咱俩好好庆祝酒 谁花钱啊 冯永贵 你说这都三天了 这陆子诚打什么主意啊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想 看 你说他不会是在忽悠着警告 那可保险 来 紫正 紫正 喝杯咖啡 这李大少爷 怎么还伺候就我来了 我还趁有点不适啊 来来来 趁热喝 这东西凉了不好喝 好好 谢谢啊 谢谢 怎么样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你有事吧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你说 为什么 我们答应赵洁 这个不寒心心灵的事 你想到办法没有 没想出来 三天了都 你还没想出来 三天了我就得想出来 你以为我是神仙呢 说我想出来就想出来 真这么好想 你说一个法子 我听听 我要一个法子 我还要是伺候你呢 我李星染伺候我谁啊 我跟你说 陆思诚 我们既然答应了赵洁 就一定办得到 你可别呼应赵洁啊 嘿 李星染 我问你啊 当初你跟人赵洁 打包票的时候 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 怎么收场啊 现在没辙了 傻了 急了 过来求我来了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这典型呢 就是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 知道吗 再说了 当初你进沙扣团的时候 我那是给你脸 你说说 你进来那么长时间了 除了白吃 白住 白喝 还给我们添乱 还有什么呀 什么都没了 优优优独播主席 你是谁 亨特先生您好 我是李希远的同学 李希远现在病重 您是他的干爹 我想您一定有办法帮助他 新男病重 对 他在哪 我带您去找 快走 走 四伯 你这是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病了 是病了 不过是装的 待会儿还得更严重 是陆子征出的搜主缘 陆子征人呢 去找亨特了 找亨特 他是英国大使馆的领事 日本人查的严 但是估计没人敢查他 只要他肯带李希远出城 这药啊 又应该能混出去 可是大使馆戒备森严 他进得去吗 赵静 你放心 只要陆子征想进 他就一定有办法 我们说要帮你 就一定帮得上 子征故意快回来了 你再好好查一查 看这药藏严实了没 别让亨特看出破绽了 一箱已经装好了 剩下的一些 在这个箱子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隔层 不仔细检查 是不会发现的 亨特 咱们马上就到 那能不能成 就看你的了 放心吧 走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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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他已经病了 怎么这么疼 怎么不去医院 不行 李先生不能上医院 外面全都是日本人的耳目 如果他去了医院 很有可能把命就丢了 我们也没办法 是 那怎么办 怎么办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只能带李先生出城了 可是 外面 有那么多日本人在跋涉 亨特干爹 你救救我吧 我城湾有一个亲戚 他是医生 他能救我的命 你救救我吧 是 我的孩子 我这句数语出去 谢谢亨特干爹 谢谢你 你母亲生前最爱的就是你 你叫了我那么久的干爹 我一直把你当作我自己的儿子 我会帮你的 谢谢干爹 亨特先生 可是 现在城门把守的很甜蜜 咱们能处得去吗 我是英国领事 日本人不敢太过分 虽然伪装一下 我看 问题不大 走 我们干爹等 干爹 我哪有两个箱子 一箱是我母亲的遗物 一箱是我随身携带的衣服 我必须都得带走 李依然 都什么时候了 你都快病死了 你还进去这衣物 和你妈的衣物 就争这儿了 不行 那些东西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我在哪儿 他们在哪儿 张学同学 谢谢你 这段时间对西南的照顾 谢谢你 给我吧 对 横子先生 您这是什么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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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瞬间时间无欲担心 又何必回声曾经 白茫茫大地 多美丽 那灿烂的笑意 最后一次拥抱着你 轻轻跌来默默地走 我的爱中带着笑容 这份沉默 不再沉默 就算曾经有过温柔 我的脚步不曾经留 那一片天空 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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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 梦中的天空 有你 有我